2022成都国际展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展台 是上级通讯雪佛兰的展台 那么在这次车展上 雪佛兰是正式亮相了Seeker 这台全新的车型 那么这台车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年轻动感 首先从前两方面你可以看到 它的层次感还是非常的强的 那么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的灯组设计 并且两侧的灯组 其实通过了一条类似于X形状的 一条镀铬装饰条所相连 并且由于咱们的实拍车型 是一个RS版车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品牌的logo是一个黑色的设计 同时带有红色的RS的这么一个标识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 是最能凸显它年轻动感的一变的 首先是它的车身配色 你可以看到黄色还有蓝色 这个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一个配色设计 与同时再配合这个上方黑色的行李架 还有这个黑色的外后视镜帐 还有这个双色18寸的轮圈 再配合它这个非常流畅的一个线条 整个看起来是非常动感的 那么它的尾部造型设计呢 相对来说呢就比较的平庸了啊 那么整个的尾灯组造型呢 也是和它的前大灯组呢 是相呼应的 那么就整个白贯而言 其实这台Seeker的设计呢 还是很符合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审美的 坐进Seeker的车内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凸显的 还是它的一个运动氛围啊 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台呢 都有这种红色的装饰材所点缀 包括它的空调出风口的外圈 其实也采用这种红色点缀 以及咱们这个座椅 头枕上方有RS的标识 也有这种红色的缝线设计 所以说这些细节之处呢 也能看出来这台车的内饰 是非常强调它的一个运动氛围的 那么科技配置层面 你可以看到它呢 是采用了一个双10.25英寸的 一个联屏设计 那么中共屏呢 全系都标配了一个 小雪OS的车机系统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Seeker将搭载一台 1.5T的四缸发动机 那么发动机最大功率呢 是132千瓦 那么传统方面呢 匹配的是一台CVT变速器 可以说Seeker的推出呢 确实迎合了 现在年轻消费者的一个用车需求啊 那么在颜值 配置还有动力上呢 都到位了 当然你需要考虑的 就是这台车的品牌因素 不过话要说回来啊 能够买这个级别车型的消费者 其实更应该考虑性价比 谢谢大家